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银宿行邪宿的 有许多人把书拿来 堆积在众人面前烹烧 他们算计书价 变质到共合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不得了 紫月书被卖卖几块钱 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多少你知道吗 一个男人工作一年的薪资 我们算一下 以我们来算的话 比如说一个月 好吧 一千块好了 平均来到一千块 一年的话就一万两千块 然后它是五万块 你把五万除以三十 再乘以一万两千块 这样就等于多少就是 那个价值了 数学会算吗 数学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我会算 这个算一算 哇 不得了 很大一笔钱 但是什么 从这里可以知道 以胡锁这个地方 那一些行邪书的多不多 哇 多啊 不得了 单单书合起来 烧掉就五万块钱 输啊 可见保罗当时在那边做工的时候 面对到了相当多的属灵的战争 属灵的战争 而且是一场大大的 大大的胜利 我们看二十节 主得到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不要怕 有主同在 怕什么 所以你看他写菲利比书的时候 在第四章十三节那边讲 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行 在这边就应验 靠着耶稣基督圣灵 加给他力量的 凡事都能行 所以在当时以无所这个地方 有那么多行邪书的 单单那些书合起来 就要五万块钱 不得了 保罗却能够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 大大兴亡 而且得胜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属灵的事工上 如果能够靠主所加天的力量 勇敢不怕 我们就能够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 得胜 像保罗一样 如果我们怕了 魔鬼会在后头鼓掌 叫好 怕最好 大家都怕了 那就变成是魔鬼得胜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保罗在以无所这个地区 其实我们圣经是写的蛮简单的 但实际上他站在那边的征战是相当的大 相当的多 虽然大虽然多 但是却能够看出保罗在这些事工上的成效出来 成效出来 这是 这个捷径教会 捷径教会 再来我们看保罗的形成计划 21节以后 保罗他个人有形成的计划 我们看21节 这些事完了 保罗心里定义 经过了马其顿 亚凯亚就往耶路撒尼去 又说 我到了那里以后 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 打发迪摩泰 以拉都 二人往马其顿去 自己暂时等在亚西亚 亚西亚是一个神会 亚西亚神 亚盖亚神 亚西亚神 那就在那边等 其他的提摩泰 以拉都 他就把他们两个派到马其顿去 这是保罗的形成计划 那到23节以后到41节这一段又发生了一件迪米丢 迪米丢 这个人他的一些鼓噪闹事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迪米丢会闹事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恐怕制造银像的生意受损 这个迪米丢他是制造银像的 就是制造偶像给人败的 保罗他却毁坏了那一些神像 因为他烧了那些行邪书的书 所以造成什么 造成很多人都不去买偶像来拜了 因为他们都信耶稣 信耶稣越多那些卖偶像的人就没有生意 那没有生意怎么样 没有生意就生气了 就怎么样 就要因为生意受损 所以就给保罗好看 然后第二个27节那边记载 他们恐怕亚迪米庙被轻呼藐视 我们27节 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 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被人轻呼 连亚西亚全帝和古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 也要消灭了 这些人我是觉得他们真的是有够笨 怎么笨呢 他们会怕他们的神被轻视 一个神还被人轻视 他总是还要拜他 真是糊涂啊 他怕他们的神被轻视 被人轻视 藐视 神都会被人藐视 他都怕 这种神还拜他 他怎么不懂得说 保罗在这边行那么多神迹奇事 这个神比我们的神还大 所以有时候宗教信仰是 真的是迷信 被迷住了之后 他真的没有办法 如果不是神开启他的心 他真的没有办法 从他的信仰当中走出来 真的是没办法 这很可怜 很可怜 所以你看他们怕他们的事业受亏损 也怕他们所拜的这个大女神的 这个大女神亚迪米的庙被人家欺欺 所以他们才想办法要来闹事 闹事 为什么要闹事 因为要让保罗不能够在这边传福音 不然的话他们真的生意就被拖垮了 他们的女神就被藐视了 这是三个原因 那他们怎么闹事 他们聚集工人 我们看二十五节 他们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 众位你们知道 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的 这保罗不但在你如所 也几乎在亚西亚全地 因又迷惑许多人说 人所所做的不是神 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人所所做的不是神 人所所做的不是神 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所看见所听见的 所以这个他们就聚集工人 毁棒保罗 聚集工人毁棒保罗 那这样子的 群众就激情了 满城风洞 我们看二十八节 众人听见就怒气甜胸 喊着说大灾以赎所人的雅底米 满城都风洞起来 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 该游和亚里达古集心 涌进戏园里去 他们就把保罗给抓住了 跟保罗同行给抓住了 这是群众纷乱 盲目冲动 而且百姓不听亚历山大的分数 亚历山大讲但他们不听了 我们看三十一节 还有亚西亚几位首人是保罗的朋友 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院里去 聚集的人纷纷乱乱 有喊着叫这个的 有喊着叫那个的 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 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 这是糊里糊涂盲目 大家乱叫他还乱叫 大家说用上前去他还用上前去 其实很多时候群众是盲目的 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向前冲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根本不知道 人家这样做他还跟着人这样做 所以当时候去抓保罗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是被鼓动出来的 盲目的去做这个事 所以他们说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的 然后三十三节 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 犹太人推他往前 亚历山大就白手要向百姓分数 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 就大家同声喊着说 大哉已无所人的亚底米亚 如指约有两个小时 一直喊两个小时 他们不听亚历山大的分数 因为亚历山大也是犹太人 所以这个是当时候 在亚西亚的时候 因为保罗所传的道 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 所以在那里面制造银向为生的 这个迪米丢就鼓动了很多人 来找保罗的麻烦 虽然这个书记亚历山大起来 要来安抚百姓 但是众人不受安抚 不受安抚 这是十九章 好 我们看二十章 二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 这边是讲到特罗亚的特别聚会 特罗亚的特别聚会 保罗在特罗亚写 哥林多厚书 特罗亚 特罗亚的特别聚会 我们看第二十章第一节 乱定之后 保罗请门徒来 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 走遍了那一带地方 用许多话劝勉门徒 然后来到希腊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 犹太人设计要害他 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 从他到亚西亚去的有比里亚人 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 贴萨罗利加人亚里达古 和西公都 还有特别人该有 都定提摩泰 又有亚西亚人推积谷 和特罗菲摩 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 过了除校的日子 我们从菲利比开船 五天到了特罗亚 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 这是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后来他们在特罗亚 在特罗亚度了七天 这七天里面他写了哥林多后书 写了哥林多后书 这是整个访问马其顿和希腊的过程 我们把它念过去就好了 这是一个过程而已 然后第七节以后到十 这个十二节 第七节以后到十二节 这是一场特罗亚的特别聚会 为什么 因为保罗要离开他们 保罗要离开特罗亚 所以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礼拜天 他们就在那边聚集报名 聚集报名 聚会 讲道聚会 讲道聚会 这是一场离别的聚会 因为隔天之后保罗就要离开了 就要离开了 我们看第七节 七日第一日 我们聚会播名的时候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 只讲道半夜 只讲道半夜 所以那一天的聚会 真的聚会很久 半夜 半夜大概十二点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好些灯灼 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油腿骨 坐在窗台上 困倦沉睡 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熟睡了 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 补起他来已经死了 这个聚会的时候 因为讲道到半夜 还讲道到天亮 十一节那边讲道 讲道到天亮 所以油腿骨 这个少年人叫油腿骨 他就坐在窗台上 窗台上 结果因为困倦了 就摔下去了 所以后面那个窗台 不要凑 累了 睡着要摔下去了 那个第十节那边就记载什么呢 记载保罗的爱心 抱他起来 让他怎么样 又复活过来 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一个人是死是活 一个人是死是活 从什么来界定 一般医学界用脑死 脑死做界定 但是在宗教信仰上 尤其是在我们的信仰上 我们是用灵魂 灵魂 我们看第十节 保罗下去 浮在他身上 抱着他说 你们不要花荒 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就表示他还活着 所以人是不是死了 不是用 医学就是用脑波 他用脑波来界定 说这个人死是活 那个宗教信仰是灵魂 所以保罗说他为什么还没死 因为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界定一件事情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在他的灵魂 而不是在他的肉体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 他的价值比世俗人还要重 因为他本身有属灵的生命在那里头 属灵的生命在那里头 我们要认知一点的 我们不要轻看自己 因为我们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 很多人常常用外在的 来表明他自己的价值 但是一个基督徒 应该是用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 来彰显出他的价值 而不是用外在的本质 来彰显出他的价值 我看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价值与价格 不一样 价值与价格 那我们来想一想 价值重要还是价格重要 价值重要 大家都知道价值重要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才知道价值重要 价值跟价格 哪一个地方不一样 价值是本身的 价格是会变动的 价值是本身的 本质的 价格是会变动的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这里有一张一百块的 一百块 一百块很多 我拿车 这是一百块的 对不对 一百块的 因为这一张就是价值一百块 然后呢 有没有利药 有没有利药 你们都不要 哎呀 这事太可惜 一百块没人要 一定有人要 对不对 要的举手 那再一波举手 好 等一下 我再把它揉一揉 好 放下去 然后再剪起来 好 然后再打开 有没有利药 还是会有人要 对不对 好 就揉一揉 放在地上 又踩一踩 拿起来 有没有利药 还是有人要 为什么 它价值不变 一百块就是一百块 价值绝对不会变 对不对 那这一本赞美诗 这一本赞美诗就比这一本 这一张贵 这一百六 一百六 有没有利药 有 一定有利药 因为这赞美诗很好要 好 那我说 好 等一下 我把它弄一弄 有没有利药 我看就 可能没有利药了 那我再弄一弄 再裁一裁 弄一弄 破掉了 有没有利药 绝对没有利药 因为这个是价格 这本身它是因为 这一本赞美诗 才有它那个价格 但这本身 它本身就是它的价值 再怎么样去弄 都是它的价值 一百块不会变 但是这个 如果把它弄坏了 就没有这个价值 它只是价格而已 这告诉我们什么 今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 都太在意价格 我们都知道价值比较重要 但是我们都比较重视价格 这个东西三百块 这个东西几百块 但是是不是有那个价值在呢 不一定啊 有时候是被轰上去的啊 轰上去的 所以今天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我们要认知一点 我们要的不是价格 价格会随着时代改变而改变 会随着人的需求性不同而改变 但是价值呢 永远不变 就是那个价值 所以一个人的价值性在哪里 一个人的价值性 我们不要谈价格 价格没有用的 价格会随着时代改变 比如说你现在有价格 你现在有价格 对不对 但是你等到八十岁了 还有要你吗 要你回来奉养啊 我不要 人有它的价格性 我年轻的时候有人要我 我年老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要我 因为时间把你这个人的价格 给封杀掉了 但是什么东西不能够封杀 你的生命现象 你的生命价值 这生命价值谁给你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不是人家骂你 你就没有生命的价值 也不是人家赞美你的生命价值就高了 不是 这生命价值不会因为别人给你骂 别人给你称赞 就几乎 这不是价格 就好像这一张纸 不管你再怎么给他弄 还是一百块 不会变的 不会变的 所以价值跟价格不一样 就是我们内心的生命价值 我们对自己的肯定 还有神对我们的肯定 更重要的是 神给我们这一条属于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价值 我们的生命价值 一定是超越世界上的各种人的生命价值 因为我们多了一份人 从神而来的属于生命 从神而来的属于生命 这个是不会变的 别人在骂你 别人在看不起你 别人在对你怎么样藐视 你的生命价值还是在的 所以我们要看重自己 非常非常重要 自己就轻盖自己了 怎么能够让别人看重你 保罗他说 不要怕 这个人的灵魂还在 他的生命价值还在 虽然他是掉下来受伤 以为死 但是他的生命价值还在 这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灵魂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 他有用吗 很多东西死了都还有用 但人死了之后没有用 比如说一条猪死了 有人就五百块给你买 一个人死了 你拿了五百块给人家 那还不要 所以人死了比猪还不足 是不是这样子 不然是 如果有一个死人 我五百块给你 请你把这个死人扛走 他说我不要 但是如果你这样一头猪死了 人家可以你卖五百块好不好 你还卖给他 所以你家里猪死了 你还至少可以卖五百块 人死了 人家都怕得要命啊 不要不要不要 你给他五百块 人家还不要 所以人活着才有价值 人如果死了 什么价值都没有 人家还会害怕 所以价值非常重要 我们生命现象是因为活着 所以你才有价值 再来 活着的现象有两种 一种是肉比上活着 一种是属灵上活着 所以今天耶稣的人 他不只是属灵上 这生命活着 那还有从神而来的 那不同不凡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从神 随着基督来的 这是我们要去感受的 所以我们读到这个 优特谷啊 他掉下来之后 保罗说不要怕 他的灵魂还在 他有生命的价值在 不要怕 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价值性 知道自己的价值性 所以这张100块是有价值的 我不能给别人 还是把它收起来 有价值的 如果是价格的话 我就把它丢掉了 弄坏了就丢掉了 有价值的还是要把它收起来 即使大家都需要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 13节以后 我们来看这个坐在窗台上的油肥骨 来介绍这一个浮屠虫 浮屠虫 这浮屠虫真的很浮屠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来了解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油肥骨 油肥骨就是幸福的意思 like 幸福的意思 侥幸的 幸福的 但是他真的是幸福的 他到哪里都可以睡觉 幸福 连坐在窗台上 听人家讲道都可以睡得着 好幸福 有的人失眠的人 失眠的人 要想睡觉 真的是 真的是一种奢侈 我能够闭上眼睛 躺在床上睡三个小时 这是奢侈 失眠的人是这样子 但是油肥骨 他不只是躺着睡觉 连坐着也会睡觉 那坐在窗台上会舒服吗 不会 还有没有靠 竟然还能够睡得着 所以他真的是幸福 幸福 什么都可以睡 什么都可以睡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也是怎么样 糊涂 你要睡也找个地方睡吧 不要找在窗台上 因为你睡着 睡着了 吃去醒醒就怎么样 跳下去死了 还如果不是保罗在那边的话 他真的到主耶稣那边 主耶稣问他说 你怎么那么快来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了 跳下去死了 你忽利忽涂死掉了 我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人真的是 人可以不知道怎么生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怎么生的 如果没有父母亲跟你讲 你怎么生的 你也不知道你怎么生下来 对不对 但是人一定要知道 该怎么死 怎么生不重要 但是要知道怎么死 死的意义价值在哪里 因为死 你生更重要 生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你如果选择的话 你可能不会选择出生在哪一个地方 你一定会选择出生在你觉得好的地方 但是没办法就出生下来 所以人没得选择 但是死呢 死有办法选择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 死有重于泰山 轻于红毛 对不对 听过吗 死有重于泰山 轻于红毛 重于泰山就怎么样 有意义有价值的死 红毛就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死 我们可以做这样选择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革命的先例 他们认为这样做 他们是死于重于泰山 但有的人贪生怕死 轻于红毛 那我们把这种关系 放在我们在信仰上的死 如果我们选择的死 是像保罗这样的死 是像彼得 像雅各这样的死 你说他不仅仅重于泰山 他重于宇宙 宇宙再重都不能够得救 但是我们因为为耶稣而死 选择这种死 不要像那个西律的死了 西律的死是糊涂蟲的死 他不行公义 不耗灵灵 不谦卑 不贵用料给神 所以他被一只虫咬就死了 糊里糊涂的死 轻而欲己就死掉了 死的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所以死我们可以去选择他 但是生我们没办法选择 既然死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就不要像这个坐在窗台上的这一个优推骨 把自己的生命当成儿性 随随便便坐在那边 自己累了 不小心睡着了 一声就掉下去 生命就这样 没有几秒钟就结束了 不是很可惜吗 不是很可惜吗 第二个我们谈到他为什么坐在窗台上 表示他不大规矩 不大规矩 窗台上是不能坐的 我们是危险 他是一个少年人 所以他有些不懂事 那么我们在信仰上不要当 我们在信仰上不要当小孩子 我们要在信仰上当大的 在心智上不要当小孩子 要在心智上当大的 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 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 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 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信仰上就心智上 要长大成人 不要像这个尤肥骨一样 当个少年人 所以不知道自己要坐在哪里 站在哪里 走在哪里 所以他才会坐在窗台上 那这个地方容易分心啊 因爲什麽 坐在窗台上可以望外面 听力就可以看看外面 那怎麽能够专心呢 怎麽能够专心呢 专心不了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 不要走在边沿的路上 太危险了 我们有很多信仰是靠边走的 靠边走的 站在线上的 怕太热心了 也怕离开耶稣了 所以站在线上 站在线上有一个故事 站在线上 站在线上 其实蛮危险的 有一堆男人在一起 一堆男人 那么这些男人在一起 多多少少都会谈论到一些家庭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谈到一件事 就是说 哎呀 谁不怕老婆 然后他就做一个实验 他就在这麽多人中间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 然后 怕老婆的跑到右边来 不怕老婆的在左边 然后他说好 开始 哇 一大多数人都跑到右边来了 说成全上怕老婆 只有一个站在左边 也只有一个站在线上 然后他问他 你不怕老婆吗 他说我不是不怕 因为我老婆跟我交代说 很多人的地方我不可以去 所以那么多人都不敢去 那就问他 你为什麽要站在线上 因为我还没有回去 问我老婆要站在左边 站在右边 所以 站在线上最怕老婆 好 诸位男士 你是站在哪一边 我通常都会跟人家讲 我是站在线上 什麽是要回忆 才知道我要站左边还是站右边 站在线上最危险 好 那那个 有个人不是站在线上 哎呀 掉出去就完蛋了 一睡一睡一睡 你如果坐在里面 你再怎麽睡掉都掉到这边而已 对不对 这个告诉我们 今天在我们信仰里面 我们不要成为边缘人 万一你软弱了 就被魔鬼给吞吃了 掉到这个地狱里面去 你要站在里面 即使你有时候软弱了 你还是能够被保守住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常常检视我们自己 我们的信仰是站在边缘上呢 还是现在坐在窗台上呢 赶快进来 赶快进来 有时候一时软弱 还有不救 如果你站在边缘上 站在窗台 坐在窗台上 你一软弱了 睡着了 拖下去了 你就没机会了 不要坐在窗台上 应该要注意 再来第三个 他沉睡了 沉睡了 为什么沉睡 太累了 我们世俗的事情搞太多了 真的会让我们的灵性太累了 肉体也太累了 好像姨嫂 累昏了 糊里糊涂的就把长子的命分 卖给了雅各了 为什么会卖给雅各 因为他想说 哎呀 我都渴死了 累死了 我能够喝这一碗红汤 那我就能够解析我目前的困境 他就没有想太远 长子的命分有多大的福气啊 他没有办法想那么多 因此怎么样 他就给卖掉了 累昏了嘛 困倦累昏了嘛 那游皮股呢 累昏了 大家都不会累他就累了 少年人累了 累昏了 可能他白天太忙了 做太多工了 他累了 就昏掉了 不留心就掉下去了 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灵魂 灵性 我们属灵的生命 累昏了 因为外在的这个环境 把我们累昏了 我们常常啊 属灵生命就睡着了 睡着很危险 如果你在里面睡还好 在状态上睡 睡下去就没得救了 除非说有第二个保隆救你 不然之后就没得救 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地方 他沉睡了 那每个人一定会睡 每个人一定会睡 只是你在哪里睡 你如果好好的床 进到里面来睡 那没有关系 如果你睡着的时候是在窗台上 在边缘里面 你掉下去了 就免得别生命了 好 再来第四个 他跌死了 摔死了 但是经过祷告之后复活了 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是怜悯神的神 怜悯人的神 所以当我们遇见了软弱的人 他真的睡着了 跌下去了 只要灵魂还在 我们应当要相信神的怜悯 为他祷告 好像当保佛的工作 为他祷告 求神带领他 让他再活过来 除非他死了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都不要失去信心 主耶稣他讲了一个比喻 他说 有一百只羊 一只走迷的路 他就把那九十九只放着 去找那一只私迷的羊 一百只里面九十九比较多 还是一只比较多 但是你看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 九十九可以放着 他去寻找那一只私迷的 九十九可以放着 因为他们在羊罪里面可以蒙保守 但是那一只私迷的 他们也在羊罪里面 很危险 到底狼来了 熊来了 虎来了 虎来了 豹来了不知道 什么时候那一只私迷的羊 会失去身边不知道 所以他宁可把这九十九只放着 去找那一只私迷的羊 这就是保罗在油腿骨 因为失去警醒 跌下去死了之后 他所做的功 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功 所以你看 当油腿骨活上来之后 活上来之后 那个众人就得到安慰了 我们看十二节 十九章的十二节 二十章的十二节 有人把那孔子佛佛的领来 得的安慰不小 原本大家以为他死了 但是保罗为他祷告 他活过来了 他活过来之后 众人就得了安慰不少 得了安慰不少 所以叫一个软弱的信徒 几乎上吊属灵生命的信徒活过来 真的叫众人安慰不少 有一次我去注目一个教会的时候 那教会的负责人 管理教会信徒名册的负责人 他从一本旧的名册里面 找到了几位老信徒的名单 找到几位了 他就交给我 我问他说 这些你认识吗 他说这些我都不认识 但是在柜子里面 就找到了这些老旧的名册 那我问他说 那这些人你不认识 怎么办 他说我们去把他找回来吧 然后我们就按照上面所写的柱子去找 结果找不到 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已经没有那个柱子了 后来去政府机关查 旧有的资料 就是说这些柱子 旧有的资料 一查才知道 那些路名已经改了 还有那个号码已经改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路 原本的这个柱子 跟那个旧的那个新的对照 就把它新的抄下来 就抄了几个柱子 后来去找 大部分的人都搬家了 都搬家了 为什么 因为很久 几十年前的 大概是四五十年前 所以他就搬家了 那后来就找到一位姓施 施比寿更为有无的施 施弟兄 施曹姓弟兄 找到他的时候 我们一按店里 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弟兄出来 原来他就是施弟兄 以前是二十几岁的 现在七十几岁了 五十年没有到教会来 差不多五十年了 一按电铃 他就出来 眼睛那么大 然后就问我们 你们是谁啊 干什么 我们说我们是教会来的 他马上就把门关起来 一声关起来 我们就碰了一笔子灰 怎么会这样子呢 听到教会就把门关起来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既然门关起来 我们也没办法 能做什么就回来了 但是我们没有放弃 因为他是我们的羊 只要他灵魂还在 我们都应该把他挖回来 就好像一百只羊 一百一只丢掉一样 把他找回来 所以我们回来就开会 虽然他这种态度对我们 但是我们开会 怎么去带人他 我们就决议一个礼拜 至少去他家一次 不管他开不开门 不管他是不是这样 他就跨一声把门关 反正去就对了 然后每个礼拜至少去一次 当然我不可能每个礼拜都在 但是只要我有在 我一定去 跟他们一起去 他就去 一次去 两次去 两次去 那我在想 怎么样去突破他的心房 怎么样去突破他的心房 他一定有一个问题点 所以他不想到教会里面来 只是我们不知道他问题点在哪里 他不讲到我们永远不知道 所以我就为了这件事情 特别祷告 说主耶稣 我们很想要把这一个老信徒 将近50年 后来我们才知道48年多了 将近50年 没有到教会里面来的这个弟兄 还有他的太太 还有他的三个孩子 带到教会里面 主耶稣你要为我们开路 我们就去了好几次了 但是 所得到的结果都一样 主耶稣你要开路 后来我们打罪完之后就去了 我们不是去了就好了 已经很久了 就为了这件事情打罪了 但是去我在想 每次来都是碰灰 也不行 我想说怎么办 如果他万一打开门 我要跟他讲什么 他才愿意 他才愿意 开门 让我们进去 那我一直要按灵的时候 按电灵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要讲什么 哇 真是很头痛 后来按电灵 我心里还在想 他来看 他一看 我要讲什么 如果不讲的话 他还是一样 把门一关 看到我们就关了 一样的 所以我想说 这一次如果不讲话的话 讲那个话 如果他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可能还是一样的结果 关门一声 我们还是回去了 我说主耶稣 你一定要让我讲话 不管讲什么话都好 后来他开门了 那时候我突然间 有一个感动 就是说 我叫他妈妈的名字 因为我那个资料里面都有 我就叫他妈妈 因为他爸爸没有信耶稣 他爸爸很早就过世了 是他妈妈 那个 他爸爸过世之后 他们就搬家 搬到 我那个家围不见 不是那家围 搬到那个地方去 那我想 我那个感动 就叫他妈妈的名字 我一喊 他们没有管 他为什么没有管 他想 我妈妈已经走了四十几年了 他妈妈已经走了四十几年了 四十八年多 他妈妈已经离世四十八年多 自从他妈妈离世之后 他就没有来家围 所以他妈妈在家围里面 已经没有人认识他了 所以我一叫他妈妈的名字 他那时候不但没有关门 他一直看我 你这个小伙子 怎么知道我妈妈的名字 那时候我才三十多岁 几年前都六年前的事情 我今年十一岁 三十五岁 他七十多岁 他奇怪了 已经很多年没有人知道 我妈妈叫什么名字了 你怎么知道 意思是这样 他看我的眼神就这样 你怎么认识我妈妈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妈妈在什么时候离世的 他更感动 你都知道我妈妈在什么时候离世的 说不定很多交代的幸福都还不知道 我妈妈已经死了 所以他就一个七十多岁的 一个老爷爷 在我们五个人面前流眼泥 就在那里哭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伯伯可不可以让我们进来 他就没想过就把门打开 我们就进来了 就这样子进到他家里面去 不到几个月才进去 这个门也真的是够硬 就进去了 那只要能够让我们进去 我相信主耶稣已经开路了 那时候我心里就 感谢主耶稣 这个你的孩子 你的这个宝贝的孩子 四十几年没有看到 一定可以回来 那时候我就有个信心了 那就开始 我就问他说 这个伯伯你为什么 听到你妈妈的名字 你那么激动 他本来不讲 后来他就讲 一讲呢 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放在心里不讲 心中欲足 很气 气什么 气教会 后来我们才知道 他妈妈在他爸爸过世之后 搬到那个地方 不但没有离开信仰 反而信仰更加的进步 所以他妈妈常常到教会里面 来做主事的工作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信徒 和传道人都很认识他妈妈 因为他妈妈真的是一个忠心爱主 为教会付诸很多的一个姐妹 那时候他妈妈才四十多岁 四十几岁 那后来有一场意外 他的妈妈就离世了 那时候因为交通不方便 而且也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 所以他妈妈死了 教会都不知道 教会不知道 那传道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多 所以很久的时候 传道才来一次 当传道又回来的时候 他妈妈已经出病了 所以他妈妈从那一天死了 一直到他妈妈去安葬了 教会的人都不知道 也没有人去看望他 所以他心里非常的难过 也心里非常的生气 他就把这个帐挂在教会身上 也挂在主耶稣身上 他心里想 我妈妈为教会 为主耶稣牺牲奉献那么多 竟然我妈妈离开世界上 死了 教会的人连来都没有 也没有来探访 也没有来关心 连出病的时候 也没有人来 但是他没有想说 我有没有告诉教会 后来我听了之后 我觉得说 哎呀 这也是教会的疏忽 但是我问他 那你妈妈过世的时候 你有没有通知教会 他就静静了 我在想一定没有 不可能教会 有这么爱着姐妹过世 教会的人没有去 但是我后来又讲 教会也有责任 有责任 有什么责任 他妈妈每个安息日 都会来教会里面聚会 都会来教会里面做事奉 做催施的工作 做扫地的工作 做其他阶段的工作 他有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那么久都没有来 教会都没有发现吗 所以我在当众 就跟他道歉了 我说这是教会的责任 教会没有做到 爱众弟兄姐妹的责任 这教会应该要 顾起这个责任 所以你会这样软络下去 有你的理由 那我就问他 那你四十几年来 没有来教会 你有没有做迷信 他说 我知道耶稣是神 天底下除了耶稣以外 就没有别神了 我连耶稣都不去了 我怎么可能去做迷信呢 我知道耶稣是神 我连耶稣我都不去拜了 我拜谁呢 那时候我说 哎呀 感谢主 你有道理的 只是你 那个皱体软弱 遇到这个问题 若你软弱 那我心里很感谢 我喊出来 哎呀 感谢主 那你 只是 灵魂软弱 灵性软弱 你好像油腿骨一样 灵魂还在你身上 鼠灵生亚在你身上 那我就跟他 跟他 后来 这个结束之后就回去 因为坐在那已经做很久了 年纪大了 也不能够坐太久 那我就会说 那我们先回去 你休息了 我们改天再来 后来我们每个礼拜去 他每个礼拜接待 就这样走来走去 走到一年半 一年多的时间 后来有一次 教会的春季灵音步道会 我们就邀他 师弟兄 教会举开灵音步道会 请你再来参加 我就递上一张 那个邀请考 我们教会 教会那个 灵音步道会都有写邀请考 邀请所有兴灵步道会来参加 我就把邀请法递给他 哇 他看到那个邀请考 哇 感动得花朵 非常感动 因为他觉得教会 非常走势他 所以他说 好 我这次一定去 他说他自己跟他太太 我让教会来带你 我说不用 我既然要去教会 我就自己去就好了 所以他就自己去了 他说搭那个taxi taxi 去点这区 一去来回 都要花几百台 但是他愿意 因为他不是没有钱的人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热心起来了 那他一回到教会 信徒看到他 其实造就最大的 不是师弟修 造就最大的 是教会的信徒 哇 得到了大大的安慰 为什么 哇 大家那一次的灵音步道 哇 他特别的热心 而且怎么样 大家打包都掉眼泪了 为什么掉眼泪 高兴的掉眼泪 得到相当大的安慰 48年多的 没有回到教会 这一家回来了 全家都回来了 现在已经回来六年多了 六年多了 真感谢神 所以你看 让一个灵魂 重新再活过来的 这个能够让人家得到造酒 难怪主耶稣 他会把九十九十先放下 他去找那一个 那一支 寺民的 他找人 受了很多苦 流很多泪 流很多血 但是当把这一支羊扛回来的时候 就能够让其他的得到造酒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会看得到很多软弱 我们对这些软弱不要失去信心 我们要像绝书一样 一次 两次 三次把它扛回 扛过要把它扛回来 会流泪没有错 会受伤害 会流血没有错 但是当把它扛回来之后 我们内心的安慰会决定 而且让幸福得到更多的造就 所以这个蝶死啊 灵魂还在 保罗说不要怕 他的灵魂还在 就把他救过 好 这是优胚古 再来我们看 十三节到十八节 保罗对教会长老们的勉励 教会长老们的勉励 第一个 十八节到二十七节 辅导原则 保罗告诉他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 辅导信徒 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 谦卑 我们当教会的侍奉者 我们一定要有谦卑的态度 我们是仆人 不是智礼的官长 我们是仆人 所以我们要谦卑侍奉 谦卑为人 谦卑士主 第二个 要尽力 尽自己的力量 二十节 二十一节 要尽力 第三个 二十二节以后到二十七节 要顺服神的旨意 这三件是辅导原则 第一 谦卑 第二 尽力 第三 顺服 今天我们都是一个教会的同工 这三件事情是我们辅导教会 治理教会的三件重大事情 所以当时保卑要离开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交代那些 当长老监督的 要谦卑服侍人 谦卑服侍教会 谦卑服侍主 要尽力的在众人面前 在个人家里 在犹太人 尤其利利的人 做教导的工作 还要顺服神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 来带领的交易 而是按照神的知意 来带领的交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除了要有一个 古道原则以外 我们还要谨慎 当带领者要谨慎 不然的话 你一失足 不只是自己成千古恨 别人也因为你的带领走错路 所以说 带领蝦子 都掉到山崖里面 叠死了 我们不要当蝦子 我们要当眼明的 我们带领者不要当蝦子 带领者如果当眼明蝦子的话 被我们带领的人很可怜 到底你要带到哪里去 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 怎么谨慎 就是要纪念主的教训 要纪念主的教训 来谨慎自己 还要谨慎群羊 谨慎羊 羊是主耶稣用血买来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群羊 知道群羊现在有什么危机 所以主耶稣说 我们要按时分量 就这样子 羊到底有什么困难 你不知道 你这个牧羊者真的是 亏欠了神的恩典 亏欠了神的恩典 所以真言那边告诉我们 我们看真言书的27章23节 真言书的27章23节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一个牧者 要详细知道 还要留心料理 详细知道 留心料理 所以要谨慎群羊 到底我们的教会 所存在的危机是什么 你知道吗 当你知道这些危机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有没有留心料理 你做了吗 一个教会的带领者 应该要这种认识 如果带领者都不知道 我羊群有什么危机 都不知道旁边已经狼来了 熊来了 这样怎么能够把神的羊带领好 要紧正 第三个 要交坡 交坡 交坡神 交坡道理 一个带领者 如果没有信心交坡 那这个带领者 他很苦的 所以我们要建立信心 把他交坡给真神 把他交坡给我们所传的道 第四个 一个带领者要以身坐着 以身坐着 是要做给别人看的 不是要做给 要做给别人看 让人家学习 牧者是站在前头走的 像绝对书一样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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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前头走的 走在前头走的 走在前头走的 以身坐着 树立榜样 所以 我们说 这个高处不胜行 对不对 一个带领者 真的是 他所要承受的压力更大 更大 那我们要当一个 当一个 能够 以身坐着 带领人的人 像学书一样 学书都走在前头 所以约翰福音有一个主题 叫follow me 跟从我 跟随我 跟我来 follow me 跟我来 不是你去就好 家庭信仰也是一样 父母亲要带领孩子 就是要走在前头 不能够跟孩子 你去聚会就好 孩子也跟你讲说 你去聚会就好 那谁去聚会 信仰是要带领人 用以身坐着的方式 来走 最后绝别 我们看 使徒行文二十章的三十六节 保罗说完了这话 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抱着保罗颈下 看他亲嘴 叫他们 最伤心的就是他说 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 那句话 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这边讲到 跟他决定 跟众人祷告 大家依依不舍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保罗跟以后所交易的感情有多深 三年的时间感情真的相当的深 我们看这个三十一节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知的流泪 勸诫你们个人 保罗在他三年的时间 真的为他们付出很多 他们也感受到了 教会也因为这样成长 所以当保罗要离开的时候 他真的是抱着他的景象 依依不舍的送别的保罗 保罗不走也不行 因为保罗还有很多事工要做 所以这个是一个有付出的工人 他就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一种 感受到这一种 这是《史物行传》的二十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二十章里面有三种眼泪 三种眼泪 我们下午再来讲这三种眼泪 就结束着祷告 好 好 好 再还有一个 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你会想到这一种 衣服人